太残忍了 河北邯丹的三个初中生 把他的同学致死了 霸凌死 并且埋尸了 当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相信每一个作为家长的人来说 都是隐隐作痛的 现在是2024年 中国已经步入 21世纪 20多年了 我们还会发生这种这么恶劣的 群体性的这种事件 只有法盲才能做出来的这种 这种事情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悲哀 悲痛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几个初中生 还大要大摆的去 装作无事一样的 去上学 撒谎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 能够让这十几岁的孩子 这么残忍的把自己的同学给伤害 真的 想不动 为什么 怎么我们这个世道怎么了 你如果说成年人 他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 他无处释放 他可能需要 可能有的时候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做一些极端的事 那可以理解的话 那十几岁单纯的小孩子 他的心智还没有成熟 他怎么会做出 这种事情呢 而且我们现在互联网 如此的发达 他们也应该知道 做出这个事之后的后果 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人 可能分析来分析去 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各种原因 我觉得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校园霸凌这个事情 根本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没有写入法律 只有法 才能救大家 只有法 才能救这些孩子们 被欺负的孩子们 而且 我觉得对于这种校园霸凌啊 像这种 所谓的未成年人犯罪 我们处罚的真的太轻了 就导致 有些别有用心的成年人 利用未成年人 利用小孩子 去做一些 违法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可以 通过小孩子去逃避法律 逃避法律的追责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悲哀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我觉得不说他们 就像我 今年四十了 你让我去 我经常看那个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 当我看到这个狮子 把羚羊的脖子拧断的时候 当我看到 别人水族 水族缸里的 巨嘴鱼 把小巫鱼给吞掉的时候 我都会很心疼 我都会很难过 我都不忍心去看这些事情 血腥的 暴力的这些东西 我从来不看 更别说 对别人去下手 下狠手 致死 我们的小孩 现在发生了什么 不管他发生什么 那就是教育的悲哀 我觉得对这件事 最大的反思 就是 造成同学死亡的 这三个小孩 全部 死刑 全部死刑 才能让这个社会 更加的公平 我们的 法律 总是 想给坏人 重来一次的机会 总是给一些 不法的分子 重新做人的机会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给他们重新一次机会 就是给那些好人 一次受伤害的机会 我们想的 就 没灯了 我突然想到 有一些极端的国家 比如阿富汗啊 什么一些穆斯林的国家 他们法律 他们法律特别残忍 如果你是个小偷 你偷了东西的话 你的手会被砍掉 你犯法的话 你会被 处于各种 耻辱性的 各种 无法挽回的一些 惩罚 我们古代也有很多很多 这种 看起来非常到残忍的 一些刑法 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 不人性化的 但是 如果说 我们的处罚 不够狠的话 不够决决的话 怎么会让这些家长 怎么会让这些小孩 去随意的去欺负别人 霸凌别人呢 我们每天都在讲道德 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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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完了道德之后 发现 我们身边发生这样 或那样的悲剧 就是我们 别说道德了 就做人的底线都没有了 各种各样的惨剧 发生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的处罚力度 我们的处罚程度 不能对任何的坏人 去心慈 手软 我用 要用最狠的力度 去惩罚他们 让他们 没有从来一次的机会 叫什么 一次犯错 终生后悔 如果你这辈子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你这辈子 不好意思 没有机会了 让你的 全家人都遗憾 让你的家长都遗憾 让你的家长 在为他 这种拙劣的 这种教育 付出的代价 去后悔去吧 那其实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 这个小孩 为什么会被欺负呢 其实呢 从我小时候 我小学 我初中的经历来讲 就被欺负的 这个小孩呢 他其实虽然说 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毛病 但整体来说 主要还是外在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 别人的原因 让他 把他带沟里了 把他进入这个 恶性循环的沟里 我们的教育里面 从来没有讲过 当你在学校 受欺负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们家长也从来 没给 学生灌输过 应该怎么办 他不是说 你受欺负了 你就使劲反抗 或者是 或者是 你就使劲的 就 懦弱 他没有 没有说 非黑即白的 你要学会 灵活的运用 对不对 当你遇到 这个事情 他 你反抗 有转机的时候 你当然是 反抗 反抗的力度 是什么 保护自己的武器 是什么 都需要跟孩子 讲清楚 那保护自己 那什么时候 会造成过度保护呢 也要跟孩子 讲清楚 对不对 像遇到 这三个 这四个初衷上 这种情况 那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是 这些人 非常的狠 非常的恶劣 的话 我们就忍了 我们真的忍了 我们留一条命吧 我们要 跟他 杠到底的话 那我们最后 损失了 不就是自己的 生命吗 对吗 有的时候需要进 有的时候需要退 什么叫退一步 海阔天空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打不过 我们斗不过的时候 要躲得远远的 我们不要再去激怒他 激化他 当我们遇到坏人的时候 我们的命是 第一条的 当我们遇到 这种 你感觉他应该是 讲理的人 或者是 或者是 他应该 对法律 有所忌惮 那你就 勇敢的站出来 我真不知道 这三个小孩的家长 是怎么教育 这三个小孩的 会做出这么 拙劣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 一定要让他们 付出代价 让他们后悔一生 后悔终生 不要给他们 重来一次的机会 不要给他们 重来一次的机会 如果给了他们的机会 就是对这个逝去的男孩的 最大的不尊重 最大的 侮辱